美國民眾聚集在最高法院前高聲呼喊 支持女性擁有墮胎權利 黑夜中持續吶喊 表達不滿 大家生氣的理由就是美國最高法院 一項關於墮胎判決的主要意見書 草稿流出 可能會翻轉一九七三年 羅素維德案的判決結果 羅素維德案是半個世紀前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德州禁止墮胎的法律違憲 死後女性墮胎權受到憲法保障 但現在這份由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 撰寫的意見書草稿 恐怕要推翻這個保障 引起軒然大波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也大為光火 賀錦麗批評這是把法律當作武器 對付女性 而美國參議員華倫同樣非常憤怒 路火持續延燒 包含紐約 芝加哥西雅圖等大城都有民眾上街示威 高舉象徵墮胎權的綠色標誌 不過女性墮胎權在美國始終是個爭議 也有反墮胎團體站出來表達立場 美國最高法院最後如何決議 各界高度關注 華視新聞 領掌編譯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勵頻道 assembling這裡 就 Kathrinbeeld 我不能 推斷 因為我在ws某 想要求 扶辨 詞 赫